创新改变生活 科技助力强军 现代化军营 练兵备战和政治教育的方式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我们来到了教导队 一起走进这个被称为随盈军校的地方 来感受它的现代化魅力 我首先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教导队的多媒体教室 现在是大家的自习时间 刚刚教练员告诉我 他们这节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教学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教室 40台学习电脑 超大英寸电子写视频 和立体式供放设备 非常齐全 真的是有一种在高校课堂上课的感觉 班长您好 您好 您觉得现在的教学法授课方面 和以前相比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以前授课基本上是几只粉饼 和一张黑板 后来烹会展板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丰富的多媒体设备 展示的内容更立体 讲解起来也更容易理解 说到授课啊 我现在这里呢 就是教导队的微课制作室 在录制室 这里是一个电子显示屏 它可以根据录制内容 来切换不同的场景 提词器呢 就在教练员的面前 而现在我脚下呢 就是一个提词器的速度控制器 整个结构环境的设计是很科学的 我觉得呢 还是非常的实用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录制效果如何吧 其实教练员是在一个3D的虚拟背景中 但是这种感受呢 就像是在实地录制的一样 随着部队这几年大抓科技建设 越来越多的科技设备来到官兵身边 助力练兵备战 体质增效 一堂堂军事金匹克正是来自这里 在下发道基层迎联 官兵在新装备操作上 有不懂不讳的地方 可以随时打开电脑观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他们平时是如何进行训练的 这里呢就是模拟训练室 学员们正在模拟装备上进行操作训练 教员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当然可以 我们这些模拟器啊 是按照1比1模拟我们的主战装备 上面的这些操作流程 各种显后面板 以及我们的描程机内的景况 都和我们主战装备是一样的 这样呢是为了更加快捷 高效的 以最小的训练成本 从而达到我们的训练效益最大化 的确 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升级换代 越来越多的高精尖装备走入军营 模拟装备训练 一是训练起来更加方便 二是减小了装备的损耗程度 在今天被广泛的应用 还有很多模拟装备 在这里就不向大家一一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VR训练室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 是虚拟仿真教室 开里面的布置就非常的具有战味 班长班长 班长我可以体验一下这个VR设备吗 可以 好谢谢 真的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觉得呀 这种带有趣味性的训练 它更加能够激发战士们的训练热情 更加有效的锻炼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好了战友们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可以说科技练兵已经成为当前部队的主流趋势 与过去的练兵方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教导队作为打仗型人才的孵化器 更需要走在前列 变向未来 那么这些武器装备呢 也只是这座现代化军营的冰山一角 要想了解更多有关部队知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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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